那我们今天的福袋开箱就差不多到这边啰 不是说有一箱被要送给大家的吗 Hello Travel Maker今天开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全家1月11号开卖的春节卡通福袋 那他的抽奖券奖项非常诱人 他直接是头奖是现金300万 然后二奖是一台宾室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卡通系列的福袋 他有特别奖就是现金100万 超想抽现金的耶 那这个系列还有399的折叠收纳箱 还有699的收纳野餐兰 还有999的马来摩推车 那虽然这个是全家1月11号才开卖 但是我发现我们在之前走进去的时候 店内就已经在陈列了 那Bibi就很开心的就抱着一箱去柜台结照 就发现只能看不能买 然后又找爸爸我去了 对啊我觉得超搞笑的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行销手法 因为毕竟可能不是大家都像我们一样 有去关注这些福袋的资讯 所以他可能要先放在店里 然后让大家走进去有看到 才会询问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下一次可以放一个文宣品在那边 这样就可以避免大家看到一直来问店员 或是一直把这个东西搬来搬去 然后每一间的门市库存也都不太一样 那像我们去我们家附近的全家 基本上在预购的时候 在群主预购的时候都已经卖完了 然后就只剩下野餐兰跟马来摩 对 那但是我们稍微走远一点去菜市场那边 就发现他每一款都还有 那我们推测是说因为菜市场那边的客群 有可能是比较没有在care这些东西的 所以那边的群主可能 大家就没有这么踊跃的在预购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变成加进了菜市场的全家群主 有点远喔 觉得以后有要买什么限量的东西 搞不好在那边比较有机会预购的到 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观察一下 看看附近的客群怎么样 因为我们家旁边的那个是 他根本就在开卖之前就预购完了 所以真的是大家很碰运气啊 特别是像这种卡通限量的 你可能就要想想办法 用一些技巧去买到他 那我们现在来开销 我们买到的这两个折叠收纳箱 它的尺寸是30x30 这次有三种图案 那因为我们去店内的时候 发现马来摩都陈列在店内 所以我们就选择另外两款 我们不知道哪一款最难买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哪一款最难买 那我们现在先来开箱布丁狗这一款 这一款呢 他又是超高的 所以我们就随便移一下 可能点会不见 那我就想要介绍一下 他这次这个折叠收纳箱 我觉得他做的很可爱 他正面就是一只布丁狗 然后侧面是好几只布丁狗 他的上盖就是一只很可爱的布丁狗头 那我觉得他今年有一个小巧思 就是他把布丁狗的耳朵 用蝴蝶结绑起来 这样这只狗看起来就会有点像只小兔子 有没有 然后呢这个收纳箱啊 你除了可以拿来收纳的东西之外 也可以当小椅子做 我觉得你如果有儿童房的话 把它放在里面给小朋友收玩具啊 或是让他们当椅子做 都还蛮不错的 里面的内容物啊 官网公告基本上是有三种组合 零食的部分总和大概是200块 那你实际上购买的金额 扣掉零食的200块 就是他购买这些卡通商品的金额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内容物里面有什么吧 好 那像我们啊 这个是399的嘛 所以扣掉200块 我们等于花了199 买这个箱子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物 不晓得我们是抽到他官网上面 呈现的三种组合的哪一种 先开吃的 第一个是这个 可乐果 诶不同口味 这个是 哇塞 这个是酷辣口味 我不知道有没有比上是那个 好像是泰式酸辣口味吧 我不知道这个酷辣的辣度 有没有超过我能承受的范围 下一位 孔雀卷心饼 这个听说要冰冷冻酷会更好吃 对啊 小蒜蛮爱吃的 这个 浪味仙 哇 这个主题曲 应该大家会有印象吧 你会唱吗 呃 不会 浪味仙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 让你快乐似神仙 这个超老派的耶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会 我不会 方块酥 这感觉长辈很爱吃 老洋方块酥 曼陀珠 这个也不错 这个就是我们上班上一上 或是开车开一开 觉得精神不济 最常咬东西的时候很适合拿来吃一下的 再来还有一个百奇巧克力棒 Pokey 这个我也常吃 然后也还有一罐饮料 这个是浴茶园的台湾金萱 五糖 吃了开完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果冻带 它这次卡通联名的系列就是不管你是那个野餐提篮 还是我们这个折叠翼 或是那个推车它里面都会有同一个人卡通人物的果冻带 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好啊 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临时出门要买个小东西的话 你就提这个提袋还蛮方便 就是钱包手机可以放在里面 它的尺寸是24x19.5x9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 我觉得这个大小是还蛮实用的啦 你勾在手腕上带出去就好 刚刚好 然后我们就要来开这里面的抽奖券咯 它是一个紫色的抽奖券 哇希望我们可以抽到现金 现金最习用了对吧各位 我最不会开这种东西每次都把它撕破 不要怕撕烂 大家要小心不要太粗鲁就把它撕破 我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还有开奖力极重是明确会 好难过喔 但是它这上面有好几区 头奖二奖跟加码区 你是要输入序号 你才会知道有没有抽的 然后开奖极有理的那个就是明确会顾 蒲奖专区的话就是虾皮限折100块 但是它有一个我觉得很烂的限制 就是新用户才向右 现在没有虾皮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吧 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意义 折个10块我也高兴了 然后再来就是肯德基的399开运饗宴特餐 它有5块鸡然后原味蛋挞一盒三杯柠檬红茶 然后原价606块特价399 这还OK啦如果过年大家想吃一下 然后它还有一个肖像福袋加码优惠 它这个就是虾皮商城优惠券满499则40 这个它好像就没有写说一定要现新用户了 哦那还不错哦 对但是它有有效期限 我就觉得嗯好啦好啦 它还是有一点点诚意就是没有让你全部都是限定新用户 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好那我们来开下一个 第二款就是我们的美乐蒂 它也超可爱的哦 它就是正面一只大大的美乐蒂在上盖 诶它的图案更不一样诶 这一面是一只美乐蒂 然后它这一面呢就是有小小的美乐蒂和他的朋友 然后这一面超Q的诶 美乐蒂跟他的朋友手牵手 它的设计更有巧思 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忘记分享 就是这个折叠箱 我们刚刚打开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香 它有一个奇怪的味道 就是那种纸盒的味道啦 蛮浓郁的 对就臭臭的 所以你如果要给小朋友放在他房间用的话 你可能要先通风让他晾一晾 比较没有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再给他用 不然我们刚刚打开真的是有点吓到 那我们一样来开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我 哈哈哈哈 不会是一模一样吧 呃 不然我们就快速开箱一下 如此幸运 可乐果酷辣口味 鸡咖喱棒 方块酥 鸣鸣 浪卫仙 金萱 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会是我的幸运啊 我们都到明明有三组 我们说到同组 真是太可惜了 这个果冻袋 不一样了 哇 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美乐蒂的果冻袋 它的果冻袋 它的果冻袋都有一点荧光色 但是马来摩的那一款就比较不会 它就是黑色的 所以大家如果 比较不喜欢这么粉嫩 或是荧光的颜色 你就可以去买一马来摩的 它这个就是做有点荧光粉红的颜色 它这个底下是有做一个宽的底 所以你东西烧多的时候也可以放 那它这个前面后面突然不一样 正面就是那个刚刚这一支 然后后面就是侧面的一支美乐蒂 既然临时都一模一样 我们只能期待抽奖 觉得是否有不一样 嗯 希望有了 希望至少不要是给您一些会部吧 大家有抽到什么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是大家有像我们一样 就是如果买两盒 有买到一样组合的吗 对啊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 它的组合数不够多 它只有三组 所以你重复率买高的 太幸运了 来咯 好吧 一样 就跟刚刚一样 三奖到九奖 我觉得明切会顾的几率很高 有人抽到吗 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真心好奇 看你们中了什么 那它一样普奖专举就是 虾皮折价券 就一样新用户才有 但是它有一个东南旅游 出国天好运的旅游金500块 然后下面一样就是商城的 499折40折价券 OK啦 就是你可以搭配那个 虾皮的商城活动日 然后看看能不能重叠使用 这样子你就会有一种很划算的感觉 好吧 那希望我们有机会抽到 100万或是300万的现金 是啊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福袋开箱 就差不多到这边咯 欸欸欸 你不是说有一箱 我们准备要 责送给大家的吗 欸欸欸欸 本来想要就这么一样打混过去 那因为其实我原本是 你私心想要两款都留下来的 但是Jack说 留太多东西在家里 对啊 我们有很多收纳 想要干嘛 哈哈哈 要收纳什么呢 好啦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 不然就抽出一组 就是送它美乐地的箱子 包含里面的果冻袋 就这样子一组送给大家 那因为它就是兔年嘛 所以我们就送美乐地这样子 那参加活动的方法呢 就是一样在这支影片底下留言 你最想要买全家的卡通福袋里面的哪一款 留言跟我们分享就可以参加抽奖咯 从今天开始到1月26号初五晚上12点之前 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的IG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 赚钱赚到兔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